嗨 大家 这里是Shel 我的TikTok CEO 我今天在Washington DC 大陆短影片平台抖音CEO周寿姿拍影片公告抵达美国 即将出席当地国会听证会 说明抖音绝对没有把用户资料分享给大陆政府前 他先丢出数据强调 自家产品在美国拥有强大的民意支持 赵寿姿将在华盛顿23号针对抖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以及被指控与大陆政府有关联等问题 向美国众议院能源及商业委员会作证 就在美中关系恶化之际 包括英国荷兰等政府都把抖音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平台 停抖音的还有数十名创作者 23号他们齐聚国会呈广场 除了高举留下抖音的标语 还轮流分享抖音带给他们生活上的便利和好处 呼吁官方别对抖音执行禁用令 美国全面封杀抖音只差一步之遥 周寿姿出席听证会将是关键时刻 TVBS新闻张志明李敏珍综合不懂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